今天呢我們用這個 Scratch 來記錄這個 溫度感測器 這個是LM35這個元件 那我們設定然後如果這個 等一下呢感受到的溫度超過50度的話 這個紅燈呢會亮 那如果降下來的話它就會暗掉 那 程式這邊呢 等一下呢會有這個 列表的部分把這個 溫度的一個數字把它每個 幾秒鐘把它記錄下來 那這個是一個暫存的溫度的值 等一下會有 曲線的來描述 好等一下呢 程式開始我會用吹風機 來 做一個 測試 好程式開始囉 好程式開始囉 紅燈亮的啊 那現在的溫度是56度 又是 又是 二度 又是 好把這個溫度機那個吹風機把它灌掉 好溫度慢慢的降下來 好現在降到66度 好你會看到呢這個Data Login這邊呢每隔一段時間他會把那個記錄記起來那這樣的 資料呢到時候還可以另存成文字檔放到Excel裡面去做一個分析啦 好溫度已經降到55度啦 不是4度 53 52 51 50度啦 50度低於50度就燈就熄滅了 好那就先做到這裡 你